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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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活在五点》 我是Michelle 朱曼书 最初我们很喜欢说一句话 就是叫做柴米油原酱醋茶 很多家庭主婦都说 这就是我们的七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家庭主婦去买菜的时候 一定不少就要看看 有哪些酱料是适合我们用的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 亿保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 就是Edmond Penn 和我们聊一聊 有哪些酱料介绍给我们 Edmond 你好 你好 今天很感谢你 带了这么多酱料来给我们介绍 柴米油原酱醋茶 真是对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重要 我和我们首先说一下 你们的公司 其实是从何时开始成立的 我们公司在行内 已经成立了大概三十多年了 一直都是主打东南亚的产品 譬如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产品 最近我们就开始接触中国的产品这个行列 就开始带了这个铜珍醬油进来 这样 已经是三十多年的历史 即是老字号 是 没错 今天我们着重 就是和大家介绍了铜珍这个牌子的酱料 其实这个铜珍这个牌子有哪些酱料呢 它就有一般就有这个蠔油、豉油 还有现在很适合夏天用的那些烧烤醬、海鲜醬 还有包括这个端午节也可以用的这个碱水 还有辣椒醬 这些我们都有提供的 是的 那说到酱料 很多家庭主妇我们买醬油 就只懂得买生抽、老抽 其实我知道你原来 醬油都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别 那其实最主要是分哪些类别呢 最主要就是 生抽里边它是有分这个生晒先、生抽 还有就是普通的生抽 普通的生抽一般就是用机器制造的 它用发酵的过程就是用机器来完成 那么就速度会比较快 产量会比较大 但是生晒生抽的话 它是用这个中国的传统工艺去做 所以就比较是人手的参与比较多 产量亦都比较低一点 但是那个品质也都是 据说也是比较好的 嗯 刚才你说到这个生晒的鲜秋 我看到这里都有的 那么这个名字真的挺特别的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买菜的时候 看到什么叫生晒鲜秋 刚才你说的发酵的方法就不太同了 那么传统的方法就是用这个 用机器来发酵的 那么现在这个生晒 其实是否用那些人手的方法 其实它是怎样做法的呢 它就首先它就会拿黄豆 跟着进行几个工序的处理之后 它就会把它放进一个大的鲜里面 放进一个很大的鲜 就是好像那些酿酒那些 是的 没错了 它就大到它大概这么大一个 装着的量就已经很多了 跟着它加入它适应 帮助它发酵的材料 跟着它就会盖上盖 密封了它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 露天的广场那里进行曬 就是利用大自然的时间 和这个温度 令到它发酵 这样制出来的时候 就会又香又唇 所以它一定是要用天然的太阳去曬一下它 所以这个名字就叫做生曬的鲜秋 是的 没错 那这些生曬的鲜秋 有没有再分开生抽、老抽那样的意思 有的 它是醬油的话 它就会分成生抽、老抽 当然现在外边也有很多新的品种 譬如是加了不同的 有蟹味、蝦味、鲜鱼味 那些当然就是再划分开来的 但一般传统它是有生抽、草菇、老抽 和这个老抽那样分的 还有我看到有些叫做什么头抽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头抽是什么意思 头抽的话就是说 它是在它发酵过程之中 第一次又可以制出来 它第一次过滤出来的那些制成品 普遍来讲 它是会比之后那几个工序制出来的 是更加香、更加浓 那就是我们买的石油 好像看到是头抽 其实真的比较漂亮 没错 还有我们有时候选择石油 有些家庭主妇 我见他都拿一瓶石油 在那里拼一下拼一下 其实是怎样选择的呢 是否真的可以拼一下拼一下 可以看到这些石油漂亮不漂亮 那些顾客就是 懂得怎样找静的石油 因为静的石油 它是你如果打側的瓶 再把它树回来 应该会沿着那个瓶的边缘 慢慢慢慢流下来的 即是不会好像很稀 好像水那样 因为它正式经过发酵的话 它会有足够的浓度 可以黏住那个瓶边 慢慢慢慢流下来的 那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可以打开来闻一下 那当然是 是 原来就是 刚才你说的 拿一瓶石油 如果打側它 如果是流得快 即是太过稀了 是的 如果不是流得很快 即是慢慢地 贴着个瓶 这样流呢 即是说明这些石油 它都有差不多一份量 是比较美 是的 原来这么多东西 好了 说完石油 我想见到这个这么大瓶 这个是叫做什么 添丁甜醋 没错 添丁甜醋 就是我们帮同珍醬油系列 拿回来之后 主打的一个产品 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是农年 特别多小朋友出生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添丁甜醋 它是因为一般是帮那些 孕妇 生完小朋友 坐月子的时候 就用的 它是香港的老牌子 所以一般来说 你给自己的老婆 生完小朋友 当然是给他最好的 所以一定要拿这个最好的牌子来做 是的 说到添丁甜醋 我们除了生孩子之外 我想很多人家 可能保身 都喜欢做这些猪脚姜 是的 有些人就说 如果我不用这些添丁甜醋 和其他的醋来代替 可以吗 其实它有什么分别呢 添丁甜醋的话 它是可以经得起这个长时间的烧 因为它只会越煲越香 越煲越浓 它就不会说 即是它发挥了那些 是的 而且它的产品的设计就是说 经得起高温 它用来就是溶解这个 猪脚姜里面的那些胶质 有益的成分来这样吃的 一般的那些红醋和折醋 我们不会建议它用高温去烹煮 那些就适合用来点东西 点东西用 煮就不好 但是添丁甜醋的分别就是它可以高温来煮 是的 没错 刚才你说到醋了 除了我们平时看到一些红醋 白醋 我见你们有一种是黑糯米醋 没错 黑糯米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黑糯米醋它最特别的地方 它是用黑糯米来釀製的 那么黑糯米一般来说 它是会比普通的那些米釀出来的醋 更加有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普遍来说 黑色的东西是会比淡色的东西更加有益 是的 而且它有糯米的香味 亦都有醋的甜味和酸味 所以就你拿来做这个点东西的醋 是更加香的 所以如果用买醋的时候 黑糯米醋 我们选择对身体亦都比较好 深色一点 而且糯米亦都比较補 听起身都 是的 没错 所以这种醋亦都值得考虑 除了是醋 现在我们很快去端午节也会到的 很多朋友如果自己懂得包种 一定要买一样东西就是碱水 碱水你们都有代理的 没错 铜珍它都有做碱水 大家都知道碱水是用来洗种叶的 你处理好的种叶 用来包的种 它才能包得实 实的种才是叫做好好的种 所以一个好好的碱水也是很重要的 包种的时候 是的 那我们买肥脏料 刚才你提前有豉油 提前有醋 还有碱水 还有蠔油 你觉得铜珍牌子的蠔油有什么特别 铜珍蠔油的特别之处 就是它有分一般我们叫做黄制蠔油 和这个特级蠔油两种 有什么不同 特级蠔油它的味道更加浓 更加香 当然它里面的含量也会更加多 即是蠔的含量 所以就适合点食物的时候用 如果你一般用来煮食 想用来炒 用来煎 用来炖 我会建议用这个黄制蠔油 它就比较适合煮食用途 很多人都说蠔油蠔油 其实是否真的用蠔来做的呢 没错 如果有些人对海鲜敏感 对蠔油会不会敏感 对蠔油 我们会建议它吃素食蠔油 有素食蠔油 素食蠔油 素食蠔油它是有蠔的味道 但它不是用蠔来煮 它是用蘑菇这些素食 但又带出蠔的味道 好了 有蠔油 醋 和碱水 全部都概括了 当然我知道辣椒酱 其他酱料都会有 是的 所以什么酱料 我想童珍的牌子都可以找到 如果大家想买这些牌子的酱料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可以打我们的联络电话 647-838-1665 可以直接找到我 或者可以直接来我们公司 或者经过各大超市 也可以买得到 是这样的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多谢 Edmond上来和我们介绍 童珍牌子这个酱料 各位家庭主婦 如果到时去超市买东西 不妨留意一下 谢谢你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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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